7月27日朝鮮舉行了規模空前的勝利日大閱兵 以紀念板門店停戰協定70周年 金商判不僅邀請了中俄的重量級高官到場住心 更是掏空家庭展出了令人眼花繞亂的新式武器 硕大的洲際導彈令敵人膽痕 士兵們堅毅的步伐使大地顫抖 炫目的禮炮與朝鮮市民的歡呼聲響徹夜空 那一晚的平浪注定無人入睡 這一場景將俄羅斯戰神邵伊古看得目瞪口呆 他當即表示朝鮮軍隊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一 而就連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的中國著名忠誠李鴻忠 也被朝鮮軍人鋼腔的腳部所折伏 連忙激動的握住了金正恩大元帥的手 將宇宙第一的稱號讓給了朝鮮人民軍 果然一山更比一山高 牆中是更有牆中手 當然李鴻忠這段是我編的 我相信他還是忠於勝上的 只不過說到這個牆我就想起了一件事 最近有不少觀眾反應 Subshark VPN在牆內出現了長時間斷連的問題 我覺得我有必要來回應一下 Subshark是一款歐洲產的VPN產品 無任何中置背景 沒辦法保證能在中國所有地區順利使用 這點標註之前我已經說過 並且在所有的字典連結中也有著名 事實上牆內連外網受正求的影響很大 有時卡得緊有時卡得鬆 而如果用戶無法接受這些情況 可以在30天的試用期內向Subshark申請推款 而我本人作為一位Subshark的老用戶 他對我的作用不只是在於翻牆 我也沒想可翻嘛 我主要是使用它切換IP的功能以下載資源 其內置的Subshark Search功能 則可以在搜索時過濾劣資信息 另外就是當我出門在外 需要連接陌生WiFi時 Subshark可以為我提供安全保障 對於我來說 它更像是一位網絡安全助手 並且已經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從現在起 只需輸入本頻道的專屬優惠代碼 徐某人的拼音 並選擇某人的兩年套餐 便可享受超低折扣 歪壓贈送三個月的免費使用時長 與此同時 Subshark保證 在30天的試用期內 無條件退款 如果你已經心動了 記得一定要查看 本期影片下方的置頂留言 Subshark回篇 時刻保護你網絡安全的VPN 除了核大棒以外 在這次製冰中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首次展出的兩款大型無人機了 根據朝鮮官方的說法 其中的一家被稱為 成星九多用途攻擊無人機 另一款則是叫做成星式戰略偵查無人機 從他們的外型上不能看出 這模仿的正是美國的收割者和全球英 仿到連編號都一模一樣 可謂是匠心賭運 各位千萬別覺得這只是模型 人家是真正的飛起來過的 目前 上不清鼠平浪 何時開始研發這批新型無人機 但在2021年1月的 朝鮮勞動黨代表大會上 金正恩城要求軍方大力發展 航程達500公里的無人攻擊設備 三胖不愧是白頭山血統傳人 僅短短兩年後 它的命令便收穫了成果 今年6月 由美國的商業衛星拍套 朝鮮境內的軍用機場商 出現了兩架大型軍用無人機 一款驛展超過35米 另一款稍小 驛展大約20米 兩機附近均出現了不少 携带特殊設備的車輛 很可能是在為飛行測試做準備 而到了7月份 兩款無人機的身影 就已經公布在了平浪的 2023年武器裝備展中 展台前的提示板顯示 兩機均已進行了實際試飛 而隨後公布的視頻更加證實 潮版全球一低空飛越了平浪師 顯示出了其優異的飛行性能 而潮版收割者則零空發射導彈 展現了強大的對地打擊能力 不得不說三胖這無人機玩的是有模有樣 水瓶比它用的淘寶或者俄軍 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也就難怪邵逸古會稱讚朝軍是世界第一了 我相信這句話它是真心的 那麼這兩款無人機的真實水瓶又如何呢 咱不妨來細看一下 首先是潮版收割者 它採用倭甲防重機和聲威尾翼 機頭搭載球形光電探测裝 一下共有6個外掛點 若採用複合掛架 總共能攜帶12枚地獄火 而原本才只有4個一下掛點 只能攜帶8枚導彈 美國只有在最新研發的 在莫哈維吾倫機上實現了7掛架 其中幾乎一個 左右一下個3個 滿載裝在下能攜帶16枚地獄火 武器掛載越多 不只說明打擊能力越猛 也說明機體結構更強 動力更為澎湃 那麼難不成三棒是青出欲藍而勝欲藍嗎 從朝鮮公墓的飛行畫面來看 其始終只使用過4個掛點 餘下的兩個似乎主要是起嚇阻作用 而機體背部的衛星天線 也被1比1地還原了過來 不過朝鮮本身並沒有軍用通訊衛星 似乎只能充當裝飾屋 反正只要像就完事了 而朝版全球音的還原程度就更高了 採用大型平直翼和背負式發動機設計 機頭下方設計有光學窗口 機頭一側安裝有引腳傳感器 甚至就連機身尾部下方的數據鏈天線古包 都被照搬了過來 也不知道朝軍是要跟誰共享數據鏈 總是不看軍灰的話 你甚至都區分不出這李鬼和李葵的區別 最令我驚訝的是 其機翼的模仿程度也很高 要知道為保證高空長時間的飛行性能 全球音的機翼採用複合材料一體化成型製造 其對強度和韌度的要求非常高 這一技術目前只有美國的兩家公司掌握 就連中國也沒有超到 而我的意思沒有研發出來 故而只能投機取巧 採用聯繫分體機翼的解決方案 朝鮮無人機若突破了這一難關 那真是說明主體思想戰無不勝 不過從有限的畫面中還是可以看出區別 朝鮮的這下全球音在飛行時機翼上敲 但停在地面時機翼卻以地面平行 甚至有些搭拉著 而正版全球音即便停在地面 機翼也會以地面形成一定的夾角 顯然兩者的組裝方式和材料並不相同 而從朝鮮電視台發布的視頻來看 朝版全球音在飛行過程中始終沒有收起起落架 這可能說明他才剛剛經歷了首飛 很可能就是為了這次閱兵而進行了縣禮工程 此外自此之中朝鮮方面也沒有展示 無人機的地面控制戰和任務系統 朝軍會以何種方式控制這款大型無人機 令人好奇 所以即便他刷上了戰術編號和朝鮮人民軍的字樣 但大概率還沒有實際列裝 那麼朝鮮人是怎樣在一夜之間感應超美的 其技術源頭又來自於哪裡呢 我覺得可能性最大的就是伊朗 2019年的時候 伊朗就曾經在其境內擊落過一架全球音 準確來說是一架美國海軍 從美國空軍手上逃來的二手RQ-4A 全球音系列曾經進行過一次技術升級 而主要改動恰恰就在記憶尺寸 RQ-4A一展35米 而RQ-4B為了擴大作戰範圍 將記憶延展至39米 前面提到根據衛星空白圖 朝鮮的這架無人機一展剛好是35米 與被伊朗擊落的RQ-4A保持一致 不過說來也奇怪 朝鮮要發展無人機 但卻沒有向技術相對發達的中國請教 反而是大二元的跑到伊朗 一心摸索美國技術 這也算是愛美之心 仍皆有之了 而看完這場閱兵 我想有一位區域內的玩家可能就坐不住了 那邊是韓國 記性好的觀眾肯定還有印象 去年12月26日 朝鮮派遣五架小型無人機 越界進入韓國領空 其中四架飛往江華島地區 以分散韓軍注意力 最后的一架則一路沿著漢江 進入首爾上空 記連飛越外交部行政安全部 中央政府大樓 以及首爾警察廳 但韓國重要政府機構 給成平日久的韓國人 帶去了一點主體思想震撼 為追擊該無人機 韓國軍方緊急出動的戰鬥機 和眼鏡蛇直升機 使用20毫米航炮 發射了近100發炮弹 但卻未能將其擊落 反而有一架KA1輕型攻擊機 在執行攔戒任務時 發生了追擊 而在第二天 風聲鶴唳的韓軍 又在雷達上捕捉到了一堆 朝鮮的越境無人機 所以先後派出 眼鏡蛇和阿拉西 以及F-15K KF-16 KA1等攻擊20甲軍機 在地面預警雷達的指引下 進行了空天大追捕 是要將朝鮮無人機擊落 以挽回引面 然而結果卻更加令人傻眼 經過一整個下午的追蹤 韓國飛行員 終於通過漏眼確認 這些所謂的朝鮮無人機 只不過是一群飛鳥而已 一時間韓國民意華藍 紛紛斥責韓國防部 猶如飯桶 外界也開始刺激 韓國的防空能力 雖然那時韓軍鬧了個笑話 但深想一下 也算是情有可原 其實早在2014年 韓國就在其境內 發現過朝鮮無人機的殘骸 2017年 朝鮮無人機 更是飛至慶藏北道的薩德基地進行了拍攝 當時其整頂飛行時長長達5小時30多分 飛行距離更是接近500公里 好在其在返回過程中 因發動機故障而追毀 小型無人機的飛行速度慢 雷達截面和紅外信號都很小 不會被雷達準確識別 倒不是說韓軍的雷達 全部都是瞎子看不見 而是看見了卻難以區分 飛鳥、氣球、民用無人機 都可能有著類似的信號特徵 若屏幕上一有風吹草動 就派戰機攔截 最終就會出現12月27日那樣的結果 而朝鮮方面也採取了針對性的戰術 當無人機飛越防空陣地附近時 就突然爬升以避免被地面防空炮火擊落 而當飛越雷達探射去時 又採取了低空突防的措施 顯然是早已獲知韓方的不防情況 進入韓國領空的朝鮮無人機 雖然在技術上並不太先進 但朝鮮卻對公開信息獲得的資料 進行了很好的研究 專門設計了一條難以被擊落的飛行路線 其並不是要進行軍事偵查 畢竟利用谷歌地圖 就可以獲得收尾地圖和地理數據 沒必要專門派無人機去拍 真正的目的是心理施壓 借助媒體的力量放大韓軍的無能 對付這類無人機有啥好辦法嗎 這次俄乌戰爭中 烏克蘭也多次使用無人機 對莫斯科發動突襲 俄羅斯一開始還裝模作樣的比划兩下 到了現在則壓根不管了 直接躺平了事 不過呢 從成本和作戰效率的角度出發 俄軍這躺的堆 反正也攔截不到嘛 不如把寶貴的防空資源 放在前線和克里米亞等地 或許還能給無軍製造一些麻煩 但以上這些情況 都只適用於小型的低成本無人機 一旦大型化和機密化之後 自動偷家戰術就失去了原本的優勢 原先是小米加步槍 摸到哪算哪 即便被擊落了也不心疼 現在則變成了科技力的對壘 彼得是材料能有多輕 雷達能有多靈敏 非共能有多精細 而這就頗有幾分 以己之短博人所長的意思 然而劉國揚見過世面的金正恩 可能不會滿足他爸那種白頭山土味審美 這點我們重新上台後 朝鮮軍隊閱兵方式的改變上就能看輸 既然如此 那就可今招唄 最後就讓我們在雄傳的朝鮮歌曲中 結束本集節目吧